2023年秉持两岸一加亲的理念 北京市台办持续推进京台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新设立37个京台基层交流基地 先后举办了200渔场对台交流活动 在两岸引起了积极影响 促进两岸民众持续走近走亲 却和系着时光里的深情 台包丁文韵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 匆匆赶回家里 因为是先生的声乐 这对两岸夫妻牵手的第19年 他们更加理解对方并深爱对方 他眼里的她文静又彬彬有礼 他喜欢的她又帅又厉害 温馨的自口之家 小然诉说着台包丁路的故事 也见证着京台两地融合发展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你居然要嫁给一个大陆男生 说你们可能两个人收入都没很好 确实我们这个过程 基本上是见证了大陆的 无论是经济的发展 还是这种精神为名建设的发展 其实经历了一个最黄金的 最发展最迅速的一个时期吧 来自台北的丁文韵 在父亲的影响下 2002年来到北京协和医院求学工作 与同在协和工作的王强相识 相恋并组建家庭 同为医生的两人 并肩在事业上披荆斩棘的同时 也渐渐发现生活中的难题 着实不少 而于北京台办的结缘 像是有了一位大家长 默默帮助着他们 解决了不少后顾之忧 最大的就是我们子女入学的问题 因为子女也是台胞证的身份 只听说是可以 但不知道具体怎么样才可以 从幼儿园生小学 一直到接下来马上要小生初 这个特别重要 特别关键 得益于北京台办 我为台胞办实事的宗旨 丁文院呼唤的不少难题得到解决 小到在大陆考驾照 大到拓宽舒适圈 他们愈发深切感受到 北京这座城市 对台胞的关心和照顾 北京台办就像我们的大家长一样 那我们就觉得找到素质 有依靠 台湾一项针对80后的调查显示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台湾青年 希望离开台湾到大陆发展 这其中选择跨海就读的 台湾学生人数逐年稳定 来了就留在这里圆梦 成为了他们 青春之约的共同承诺 从本科硕士博士 一共是首一在这边十年了 台湾青年徐俊逸 2013年开始 在首都医科大学就读临床医学系 在北京这座文化和科技创新中心 他不仅学习了前沿的知识 拓宽了眼界 更重要的是体验了不同的人生 这也更坚定了他留下来的初心 他给我举例子说 有很多台湾的老师在高校任职 他们是有编织的 支撑瓶颈方面呢 他也告诉我是不受影响的 并且我自己其实也去查了一些资料 排完那些同学 入职之后医院的时候正常评级 慢慢的发现其实 金台办在这方面做的 其实力度是很大的 所以是也给了我底气 在北京的底气吧 徐俊逸所说的底气来源于北京市台办 北京市教委 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和北京市国资委 共同组成的协调机制 台湾同胞可应聘北京市事业单位 在聘用管理 职称评审 工资福利等方面 均享受同等待遇 在京就业的 还可在京参加五项基本社会保险 享受社保权利 而在2023年 在京台生专场招聘会上 洋企 台资企业 外企 等九十余家企事业单位 提供了超过一千个实习和就业岗位 是北京市近年来针对台生组织的最大规模 专场招聘会 现在高铁特别方便 自从有了居住证 十八位的数字 跟我们这边身份证是一样的 直接也是杀杀身份证的居住证 特别特别方便 最直观的体会就是 我们能感觉到国家在进入 我们的生活的便利性也在提高 十八位的台湾居民居住证 不仅全面保障了同等待遇 更是及台胞之所及 享台胞之所享 北京市台办 协调北京市住建委 将在京台胞 纳入全市保障性租赁住房 转向对接范围 平乐园和手掌合园 繁星社区 两个项目配套房源 面向在京台胞 开展定项配租工作 正是一次次暖清的送服务 让像习俊逸一样的众多台湾同胞们 免去了后顾之忧 2023两岸青年峰会 吸引着各界台青 风智踏来 无论手来族还是老熟人 无不在感慨 快这里梦想真的能实现